好 回到第三節的升旗易得道 大家都 會很懂得做的 幫我們按廣告 按LIKE 按Subscribe 還有留下留言 因為 昨天有個朋友 突然間就問我 以前他有沒有問過那些問題 突然間問過那些問題 然後問我 你的節目是從何時做的 原來他說 按到那個民眾金融的影片 聽到聲音好像是你 我也有 我以為是不會聽網台 突然間就跟我說 行了 按LIKE給你 變成我們接觸的群 都接觸了越來越多 開鐵身邊的人都發現了 你是做網台 正常啦 現在的覆蓋說真的一點都不低 覆蓋了很多 已經很重要了 招呼了很多人 這節其實有一個問題 我們一直都 花點時間探討現在香港的社會問題 剛才 其實我們這個題目 跟許留先生都有些關係 因為 其實就是香港的環境 越來越可能不是那麼理想 居住環境 或者很多因素 所有東西都不是那麼理想 許留先生都說要搞移民 移民台灣 本來這節其實是想說的 但是呢 說之前呢 突然間我們想起 我們有一個題目 一定要說 早兩天 好像早兩三天 就說有一個港女 知道了她的男朋友 是住劏房的 她就在 不知寫上去的討論區還是在哪裏 向那些叫做 花打絲打求助 好不好現在跟她的男朋友分手呢 因為她覺得 男朋友住得劏房 沒有前途 應該呢 是不是應該跟她的男朋友分手 找個大哥呢 她還說發現了她的男朋友是住深水埗的劏房 即是覺得 哇 不行 劏房得來 也不應該住在那裏 如果你住在銅鑼灣時代廣場的劏房 就會高一點 好一點 Sogo買的方便 或者住在蘭桂坊的劏房 其實劏房真的分有很多種的 因為其實現在的市區樓本身都是一間劏房來的 都是一個叫studio的 當然 因為劏房就有很多地方 原因就是 你其實住在劏房 你是希望那個地方是近你上班的 原因就是 很多人住在劏房 其實原因就不是她沒有屋住 是因為她可能住得很遠 例如屯門 天水圍 又或者住上水 但在中環 上班 那她呢 就或者在尖沙咀 因為說真的 在天水圍住 出尖沙咀也很遠的 所以呢 她就會選擇尖沙咀附近 例如佐敦 油麻地 那些會相對劏房的價錢便宜一點 如果你選擇了深水埗的 那你乘地鐵也可能 5-6元 是的 或者乘巴士也行 或者深水埗可能一場收行 上班 走路都可以走得到 或者 乘坐一個站 我們最重要呢 說住了劏房 其實主要是為了方便為主 因為 我們要計算工作成本 現在最低工資 30多元 如果你住得那麼遠的話 你每早上 超過一個小時 過半小時 因為 你不是點對點的 新界區很多地方 你不是點對點 出早你上班的地方 你還要不是一下去 就有地鐵站 很多人要轉車 你一來要轉車 車的過程 都要等 你可能第一班上不了 要上第二班排隊 所以 平均香港的打工仔 是上班和下班最少要花一個半小時 一天就花三小時 一天只有24小時 有百分之一的時間 在交通上面 所以他們可能 就會選擇一個劏房 例如近回到上班的地方 租一個劏房 除了時間之外 就節省一些車費 是隨便有精的 在某個站的立場來說 要不然就不會租劏房 也不會令劏房大行其道 如果租的成本 又少了 那另外的地方 會不會花多一點 是的 其實不是的 很多時候 可能他跟家人住 但他 居住環境不太好 屬性是自己 搬出去住劏房 一來有些私人空間 二來 每天節省三個小時 最低工資都節省百多元 至少百二元 一個月就節省二三千元 只是公時 另外再加上車錢 可能節省四千元 那 如果 你住深水道劏房 可能也會有四千多元 一千多二千開始升上來 到現在 連去海壇街的劏房 聽說也要三四千元 海壇街很軟 看你住劏房的 Purpose 還有原因是什麼 如果你的underlying 原因就是 因為你可能也是跟事業有關的 因為有些人 其實是很需要的 有很多人在中環 可能會計師 BIG4的話 你就麻煩了 你不要走啊 放工 現在10點多你不要走啊 其實那些人是不能走的 如果你還要住到 我住屯門 你給個 Yohu Town 我都沒有用 你叫我住 很多時候那些人呢 你給的士錢 我都搞不定啊 我還要半個小時才能回到去 不如算了 你給我一個劏房 我只是想躺下 在這裡 可能你收兩點 回家睡幾個小時 第二天早上又要上班 因為第二天早上要自己坐巴士 我那晚 就是 夜晚錄完音 我坐的士回家 的士人就跟我說 那麼晚坐的士 你是不是做BIG4 我不是 我們是做網台的 現在是BIG1 其實也是因為我認識一些朋友 他在銅鑼灣上班 他本身的家可能住在青衣 或者住在荃灣 他的工作 那個叫做 就是出到來中環 或者住到銅鑼灣 要差不多 一個小時 他就在 跟人家合作 12,000元租了一個小單位 其實都是收到出來的 不過呢 就是兩房一廳的小單位 每人6,000元 但這個不是現在的 早幾年了 現在可能再貴了 每人6,000元 那麼他們 計算就 唯有把自己洗少一點 第一節省車錢 第二節省三個小時 起碼睡多三個小時 一個人睡多三個小時 起碼精神一點 如果我們以這個案件 那個港女分析她的男朋友 意思是她男朋友 兩萬元個月都沒有 如果她租一個劏房 她即時大概沒有六七千元 深水補是不用的 深水補四千元 你移到四千五元左右 她已經沒有一節了 即是她一萬七元人工 就補了四千多 就只剩下一萬二元 符合現在的理財的 那些財政策案幫你做顧問 那個要求 那個法則 即是你的租金成本 不應該超過你的 薪金的多少成本 薪金的大概是25% 其實控制得不錯 理財有道 有沒有前途呢 什麼是男人 理財方面其實有 如果住在龍屋 就更加理財有道 睡街 對呀 做道路書寫 和媽媽住就最理財有道 不用比了 但媽媽要住銅鑼灣才行 或者住在油麻地 媽媽如果剛巧住在 中聰 不是說中聰 住在葵方 葵聰 那些已經不太遠了 那些已經很近了 那些已經很市區了 可能是在荃灣再上一些 青龍頭 深井 深井 深井就遠了 住龍豬島 住龍豬島 真的大了 坐快艇上班 快艇? 龍豬島 其實龍豬島出來得很快 一出是黃金海岸 黃金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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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 網民一面倒罵這個港女短視 是 他事實是短視的 因為其實 怎麼說呢 除非他覺得這個男人 我看了幾年了 他還是沒有前途 可能他觀察了好例 如果他這樣說 這樣說是另一件事 但他一出題目 已經不是這樣說 他不是說他人品 也不是說他的進取心 一說就說 他住劏房 是否應該跟他分手 除非你說他本土派 港就是天下無敵做 有真無力 那些人不同 這個港女 其實我某程度上是抵鬧的 湯湯跟他拍拖的時候 他沒有想過跟他分手 你一知道他住劏房 你立即想跟人分手 這就是見錢開眼 未必見錢開眼 他是覺得勢利 他看不起他住劏房的人 問題是 因為 住劏房不代表他一定是很沒能力的 坦白說 其實 你也是某程度上 具備了有獨立的條件 即是你住屋 那個環境小一點 問題是你已經自立了 因為 衣食住行 要用你搞定 洗衣服 你以為 住劏房有沒有洗衣服 要幫助自助洗衣店 還是 星期六 拿袋衣服回家給媽媽洗 真的有的 真的有些人是這樣 可能 不誇張 不如自己不做家務 其實是 未必跟居住環境有關 可能也跟居住環境有關 因為 你哪有地方洗衣服 你沒有地方洗衣服 那些劏房是沒有地方買洗衣機 還有浪衣服 你哪有地方 浪衣服是很浪費的 真的 可以跟大家說 是很煩惱的事 你沒有地方洗衣服 你很多位 其實會不會這個港女 看她的男朋友 覺得她跳不出這個循環 她的收入都很難有突破 她永遠只會租到劏房 來到這一刻 就不止她的循環是有問題的 可以說很多很多人的循環都會有問題的 現在 很多人覺得 就算她的男朋友每月剩到錢 她存的錢 都追不到一個首期 很多人都是這樣想的 現在打工 基本上 很多人都不會說什麼 基本上都沒有首期 做護士長都沒有首期 都存不到首期 我們有個網友 老婆住的護士長 很多認識的人都這樣說 因為當你是專業人士 賺幾萬元個月的時候 你想買的樓 就不是普通人想買那一層 你不是住沙城第一城395 你不是住二百多尺 那些 你不會住二百八十八尺 你的目標又高了很多 你的首期又高了很多 你要求有三房一套 套房 現在三房一套 在港島就要14萬 你剛才看毛線 不知道什麼東西有樓 就要14萬 14萬幾千首期 告訴你 要八塊 首期最少要八塊 你想想怎樣儲八塊 本來就是社會文明 說來說去是說那樣 這個港男 之後會退而求其次 買什麼日本樓 便宜你快住 我覺得他應該不是買日本樓 他應該是混淆日本樓 日本樓 其實說真的 香港 好像之前蘋果日報 突出一個棕櫚 不知道四十幾歲的棕櫚 賣了香港一層六百萬的物業 去日本炒樓 他就說到會買一層住 一起收租 老實說 這個是嚴重誤導人的 這個蘋果日報 其實他是做了很多壞事 做了很多業 為什麼呢 你真的買日本 首先 日本人 第一 不歡迎你炒樓 第二 日本的樓 賣得給你的二手樓 基本上 沒有二手市場 那個Story 是不是真的說他是炒樓 他說要他炒樓 還是要他去放租 不是 他是拿著陸球去炒樓 買物業等星席 因為他是看好日本 他買了還沒放 其實嚴重說 還沒真的賺到 是啊 還沒賺到 他只是有這樣的計劃 他買了一層自住 另外一層就說 等星席 很多因素 我們說了日本有很多問題 但是 除非你買一線城市的最核心位置 那些可能會保值一點 不然大部分的日本物業都是不能買的 因為 日本樓基本上沒有二手市場 我們之前說過很多次 我們說回香港問題 現在 香港要衡量你是不是成功 也要看看有沒有樓 現在這個社會問題 其實是令到年輕人 覺得沒有希望 因為 買樓的門檻越來越高 而且政府是將他用行政手段 人為地更加抬高了 明明他差一點 有人抖一抖 他都可以抬車邊上去 現在是 連抬車邊 問人借 問家人借 都上不了 現在那個壓力 已經不止是年輕人 自己上不了樓的問題 現在是開始去怪上 上一代 為何沒有錢給你去上會 其實壓力又回到上一代 可能我現在60歲 快要退休 我又不是特別多錢的 那已經很大壓力了 可能我本身 以前賺得不多 只剩下一個自住物業 只剩下一個自住物業 又不夠現金 又讓你買多一層 現在是 連對 有這麼一年多的人 都很大壓力 現在政府提出了一個 叫做廣東計劃 一個叫做福建計劃 其實就是 你們這班 沒什麼錢的人 只剩下一層自住樓 你們回鄉 留一層樓給兒子 類似這樣 真的要趕你這班人走 然後呢 現在搞大灣區 其實目標就是 你們這班窮人 你們這班窮人 不要再叫香港住一千萬的樓 那些樓剩下一千萬 八百萬的樓 你們去學生 去餵州 或者再遠一點去餵羊 汕頭 海陸峰 那些樓剩下一千萬的樓剩下 那些樓剩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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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盤 剩下的樓盤 現在的樓剩下的樓剩下的樓剩下的是 你只是死先過著Mark Nicholson十萬元尺日兩三秒 你死完之後幾秒鐘就輪到他 但是你的價錢只是55萬港幣 人家是買10億 那是不是很值得了 你說 從經濟的角度 我更正一下這個說法 大家經常覺得核電廠是一個核彈 核電廠出事就不像核彈一樣核爆 不會死的 當然了 那些不是可以拿來做核彈的材料 不會有個冬菇雲 不會有冬菇雲爆炸 當是輻射吧 那你第一時間感染到 你不會立即變成超級殺人 你不會像狼狼一樣 身體走出來 你會變過斯拉 全身有腫瘤突然薄薄薄的爆死了 或者你突然身體走出來變成狼人 不會的 但是你感染輻射 住Mark Nicholson那個 住海船那個 都會感染輻射的 差幾秒而已 你不用怕的 所以大家是差不多的 只差一個區區幾秒 我知道大灣區的意思就是 大灣合電區 輻射區 大家的覆蓋範圍都是這樣 為什麼大灣區呢 除了大鞋灣之外 在那個叫中山那邊 還是江門都有那些核電廠 好像七十一一樣 一定有一個在那裡 一東一西包圍了整個圈 這個叫做複射圈 大鞋灣核 五時複射區 對 你住在這個地方的圈 五十五萬買的單位 和十億買的單位 大家都同一個時間 能夠射到的 是你走不掉的 大家等著做X-Man 沒錯 全包散彎區 即是你們說 《魔術範圈圈》是對的 真的全包散彎區 所以我覺得大鞋灣 值得到五十五萬一個單位 人家買海船 拿幾億買海船 跟你差不多 所以現在香港的人 價值變了 有樓才代表成功 其實已經是很多年了 現在更加瘋狂 不過我提出了樓本位之後 更加瘋狂 沒錯 這節時間又差不多 我們下一節回來 再探討其他問題